为了排队买口罩爆发冲突 昨日早上在新月市板桥立一间药局 有民众不满前方这名妇人中途离开了 过了半个小时再回来 还依次跟其他人换了位置 一气之下报警来处理 但是当远警到现场时 双方依旧是争执不下 这名妇人便称 她只是去上个厕所 并不是故意要离开 但这样的说法让后方民众 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两人你一言我一句谁也不让谁 排队买个口罩却在药局吵了起来 口罩神明聚后依旧是大牌长龙 事发地点就在新美市板桥区这家药局 才刚开门 队伍早就延伸到马路上 当时穿着蓝色衣服的男子 和前方妇人发生纠纷 竟然直接打电话报警 远警来了 两人情绪还序好激动 然后他就跟警察说他报得急 说前面有人查队 离开位置30分钟 一直这么回来 然后一直换位置这样子 原来穿着紫色衣服的妇人 看起来是和家人一起排队 但疑似中途离开半小时才回来 后方男子不能接受 更怕对方是帮人带领 影响其他人权益 起的报警 让警方来评评理 如果一两分钟是没有问题 你太久了 人家后面的人也会说 不可以 比如说我要离开 就像我刚刚去那边抽烟 我就交代这个 解惠人说 我在那儿接着婚 他不会让人家说 我进来就是插队的 一般短暂离开一两分钟 有事先告知前后 民众都还能接受 妇人变称是回家上厕所 但疑似离开太久 又有变换位置 才导致男子不满 现在口罩失明之后 药局数量也有限制 民众无法多买 为了抢买口罩 爆发冲突 口罩之乱 再停一桩 这装备咨询 秀秀明星美式参访不到